康娜和小林大吵一架 夺门而出 气愤的她决定离家出走 到底发生了啥呢 这大晚上都困得不行 康娜只好飞去有光的地方落个脚 结果这一飞 飞到了早上 而此时 小康娜脚下踩着的地方 已经是美国的纽约城了 在时代广场转了一圈 康娜的肚子已经顶不住了 一眼瞄见了一个般热狗的摊贩 一份热狗 只要五块金毛五 康娜马上冲过去 扔了六百日元 本以为自己足够阔老 可听员说的话 康娜又听不懂 语言不通咋办 那还不简单 开个挂呗 开挂后 幽语在康娜的耳朵里 都变成了耳熟能详的日语了 而大叔依然狠心 拒绝了康娜的日语了 肚子唱空神器的康娜 漫无目的地在街上游荡 发现了一个女孩 正被三个大汗追赶 光天化日之下 这也还了得 接着又是轻松血液的良指 撒大汉全部宣告不该 这个女孩叫科洛伊 由于自己的爸爸 是与黑帮敌对的大总裁 所以才会被人绑架到这儿 而康娜对这些不太感兴趣 她已经很久没跟人一起玩了 科洛伊欣然答应 此时康娜不争气的肚子 开始咕咕叫 为表谢意 科洛伊要请康娜吃东西 两人又来到了热狗摊前 直接拍了一张黑卡 震惊大叔一百年 可是不管怎么样 银行卡付账还是不行的 科洛伊只好用掉 身上为数不多的现金 两人边吃边聊天 很快就成为了朋友 来到公园玩起了捉迷藏 跑去路边撩马 跟本地人一起跳广场舞 最后 康娜还在滑板场地 小事牛刀了一波 两人开开心心玩了一整天 到了傍晚 康娜开始想家了 她心里知道 和小林吵架是自己的错 她想回去向小林道歉 于是向科洛伊伸出了手 我家 回来 康娜 那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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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